那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一讲,到底夏季能不能给宝宝吃姜,如果能,怎样吃才最好。 夏天错过吃姜,就错过调体质的最佳季节,夏天是一年之中阳气最盛的季节。 不仅老人常说,冬至萝卜下吃姜,不用医生开处方,还有姜能将预摆鞋,故为吃姜的说法,说明在夏季给宝宝吃姜。 不仅宝宝生病次数会减少,还能增强宝宝抵御外邪的能力。 夏季吃姜,主要有以下四种好处,以有效提升宝宝食欲。 民间有流传一句话是,饭不香,吃生姜,这句话就表明生姜其实是可以增强食欲的,而且生姜属于黄色食物,黄色食物在中阴里是熟土的,按照母亲理论中皮熟土, 也表示生姜是可以入皮胃的,能够健庇住消化。 二,有效预防感冒,生姜具有温中散汗,发汗解表的作用。 夏季炎热,一般烫量在空调房带的时间过长,加上一直不出汗,人容易受汗,出现头痛,恶心,食欲不正和拉肚子的情况。 这个时候用二到三片姜,被水煮开,温热以后喝上一碗,能有效排汗排毒,去湿去寒,预防感冒。 三,暖身暖胃,夏季到了,总是避免不了吃生冷寒凉食物的时候,宝宝年纪小,一不小心吃了生冷寒凉的食物。 皮胃受凉就会不舒服,生姜有散含止痛的作用,这个时候吃上一两片姜,可以有效促进血液循环,温和皮胃。 温馨提示,并不是说吃了生姜就能大肆吃生冷寒凉的食物了哦。 四,有效缓解关节痛,这一点通常对大人来说是比较重要的。 生姜装含有一种物质和水阳酸很相似,又防止血液凝固的效果。 如果大人常有关节痛或是腰痛的毛病,可以将生姜切成一厘米厚的片,放在浓盐水中煮熟,然后用姜片热敷关节处或是腰部。 夏天吃姜,这两点一定要注意,虽然说夏天适合吃姜,但是也不是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吃,更加不是人人都可以吃,吃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两点。 一,按时间分,晚上不适合吃姜,人们常说晚上吃姜如此拼凉,其实倒也没这么严重。 只是中医里面有说,晚上阳气比较弱,阴气会增强,这个时候吃姜会刺激人体内阳气活跃起来,不能很好地顺应身体的自然规律。 二,按病症分,内热较重的人不宜吃,如果宝宝有舌胎黄厚,口臭,便你,胃孕呕吐和嘴角溃烂等症状,吃姜会造成内热过重,引起伤火,所以内热过重的人是不适合吃姜的。 肝炎病人不宜吃,一般情况下,肝炎病人是不适合吃姜的,因为吃姜会导致人肝活,煮上肝脏,造成病情加重。 扔姜的两种吃法,除了以上两种情况不适合吃姜,其他都是可以吃姜的。 那生姜具体怎么吃了? 一,什么时候去皮吃? 生姜需要去皮吃的情况,是因为生姜表皮会阻碍气充分发挥新闻解表的作用。 不去皮的生姜良性较重,去掉皮的生姜韵性较重,可以叫好的平衡体内含性。 下面的三种情况都属于生姜要去皮吃。 皮尾虚寒的人,患有风寒感冒的人,食用了含性食物。 比如苦瓜、螃蟹等食物,去皮吃姜,可以平衡食物的含性。 二,什么时候连皮吃,如果需要发挥生姜整体的作用,或者是消除水肿,或者是有一些热性疾病。 比如便米和口臭的,建议生姜连皮吃。 那生姜在哪些情况下要连皮吃呢? 做菜的时候,最好不要将生姜去皮,这样可以发挥生姜整体的作用。 姜皮有滤水作用,所以出现水肿的时候,是将不要去皮。 一些热性疾病,如便秘、口臭等,可以单独是用姜皮。 食补放,和姜搭配在一起,效果最好的就是红枣了。 所以就给大家介绍一个红枣姜茶吧。 不仅效果好,还简单易学。 您称红枣姜茶,不仅可以帮助宝宝解皮开胃,去湿去寒,还有让人去做变好的作用。 哦,要料红枣一颗,生姜一片,开水60-80毫升。 红糖,做法先加红枣洗净,然后和生姜一起放入开水中泡,加入适量红糖,放至温热,分次服用3-5天喝一次即可。 其实夏季吃姜是很好的温补批凉的方法,但是宝妈们也不能觉得,只要吃姜就可以了。 只要是吃下去的食物,都是需要脾胃去消化润化的。 如果宝宝脾胃本来就比较虚弱了,消化润化无力,这个时候用食补放的效果就不明显。 所以给宝宝调理好脾胃,才是给宝宝一个好体质的关键。 老平时白天给宝宝推拿,网间给宝宝泡脚,以及贴足贴,都是很好的温补批凉,增添洋气的办法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